請坐 坐 對了, 胡兄, 寫下雙人屈刺 但附近一帶的風景非常漂亮 阿雪, 不如今天就由你代替我 帶胡兄四周遊覽一下 杜大哥想你真的周到 我還是希望胡兄你不枉三宗此行 為甚麼這麼久都不聽你提起你爹和年輕 在我八歲那年, 我父母還被殺死 對不起, 我又提起你的傷心事 是我三宗養大我, 還教我武功 不過我十七歲那年 他被苗田兩家人殺死了 其實我不是好你很多 不過我小時候, 我父母也死了 不過他將來病死 然後是我表哥一手養大我的 我跟著他一直到現在 自從我三叔死了之後 就再沒有人關心我了 幸好昨天在山洞裡 我沒有殺到你, 要不然... 你殺不了我, 要不然我看見你 胡大哥, 為甚麼你今天好像有很多心事 我有點捨不得 你捨不得?你捨不得甚麼 不經不覺來到府上已經不少日子 所以我的傷心好了 我實在想不到有甚麼理由可以再留下 在這過多月來 你對我的照顧和關懷 以及時刻相反 實在是我這輩子最開心的日子 你別這麼說了, 胡大哥 你知道來日方長嗎? 我胡一刀, 至少到處流浪, 居無定所 隨時都會有殺生之禍 這次分手, 恐怕... 恐怕難有機會再見 那你有沒有想過我們可以不分開 你意思是說我們... 甚麼話?你想娶我表妹? 是, 希望杜大哥你答應 阿雪, 你的意思怎麼樣 這些事表哥你拿主意就行了 原來是這樣的, 既然兩情相遇 那就意話為了 杜大哥你不反對 所謂君子有成人之美 我是一個通情達利的人 又怎麼會反對呢 那就謝謝杜大哥 你想甚麼時候成親呢? 一切讓大哥、大嫂你們拿主意 小弟當然希望越快越好 那好吧, 我幫你搜集個好日子 讓你們兩個早日拜堂了 那... 胡兄, 你不是還有甚麼問題嗎 小弟有一件事 希望大哥、大嫂不要見笑 我活一刀一生漂泊 照樣... 你放心 我們不要有甚麼過分的要求 我只要你一句話 是甚麼呢 就是...廠王的寶藏在哪裡 杜大哥, 你... 你說甚麼 你說了出來之後 就隨時可以帶一雪走 就算了 怎麼樣?你連這樣也不肯嗎 杜大哥, 小弟根本不知道甚麼寶藏 你不必裝傻白夢 這個雪山之上草木不生, 人知不道 如果你不是為了尋寶 又怎麼會來到這個雪山之上 而且這麼巧, 又是遇到我表妹 看你們兩個早已經一刀刮過了 杜大哥 小弟不知道寶藏在哪裡 所以樹難從命 你真的不知道? 是 那隨便你吧 不過如果你不說的話 就永遠不用指望取代阿雪 你可以慢慢考慮一下 杜大哥 我知道你很心急 不過不要緊, 我們有很多時間 皇殿我都等了這麼多個月了 原來你們早就有這樣的陰謀 你錯了, 胡兄 這些不是陰謀, 是互相利用 你們得到美人, 我得到寶藏 俗語有, 有一得就必有一失 好公道 你... 你別亂來 你別忘了, 阿雪還在我的手上 如果我一定要儲得他 他讓我一手仰大 我對他有如父母一樣 分時沒有我作主又怎麼行 我想你也不願他一輩子被人說閒話 胡兄, 千才身為民 要人要錢 其實也不是這麼難拿著主意 老爺, 很難說的 你要怎麼習慣 雷大哥 我真是奇怪, 怎麼知道寶藏的事 其實這件事在江湖上 已經早有傳聞了 直到傳到我表哥那兒 他就決定舉家搬來大雪山 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到處找 還叫我幫他找 可是我們找遍整個雪山 始終都找不到 照樣看來他不會罷休 好 那你打算怎麼樣 我不能告訴他寶藏在哪兒 可是我又不能放棄你 我明白的 雪兒, 我想問你一句話 你願不願意跟我一起捱苦 難道到現在你也不明白我 我們只要一條路可以走 馬上離開這裡 好噁心, 居上私奔 表哥, 我... 是你逼我們這麼做的 表哥, 我求求你讓我們走 阿雪, 我養大你 竟然忘了人父義 回去... 我... 回去... 你早就讓我們走 你比好不比好 今天我帶人離開這裡 廖大哥, 走 行 只要你降術把我寶藏在哪兒 就可以走 你輸我無禮 廖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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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車 廖妹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馬上訂閱 歡樂APM YouTube頻道 就可以收看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 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訂閱 訂閱 訂閱 並訂閱